特朗普卷土重来 拜登焦头烂额 美国大选或再次上演二老重赛 美国总统大选刚刚拉开帷幕 就高潮迭起 在爱奥瓦州 心罕布什尔州的两场共和党初选中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拧压对手大获全胜 特朗普几乎提前锁定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但他官司缠身 所面临的多起刑事案件 更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影响大选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在民主党党内支持率超过70% 但近期深陷内政外交选涡 国内美联邦政府和德州 因移民危机爆发激烈冲突 25个州长联名支持德州 有评论称 拜登同德州州长阿伯特之间的战争 让美国面临出现宪政危机的风险 国外美军集体遭袭 三人死亡 三十四人受伤 拜登称有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应对这起袭击负责 誓言报复 有分析认为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格局 几乎将重现2020年景象 81岁的拜登和77岁的特朗普 将于11月5号再次终极对决 拜登称为美国的灵魂而战 希望重振美国的经济和精神 特朗普则认为 这是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最后一战 特朗普强势回归 引发寒蝉效应 跨大西洋关系面临新变数 多边机制和国际体系 可能再遭破坏 乌克兰被肢解被抛弃的风险 明显增加 刚刚直跌回文的中卫关系 又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2024会否再次上演 两位老人的直接交锋 共和党就是川普党 川普党就是共和党 特朗普一定不会归来 谁有能力我就逃给谁 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 严重的黑天鹅的事件 最关键的不是老百姓投什么票 特朗普之前在私底下 也曾经说过 这个共和党选民是最好忽悠的 美国外交政策 在拜登政府时期 是一个彻彻底底 输得干干净净的一个失败 《一虎一席台》MK 懂忙卷土重来 谁在瑟瑟发抖 《一虎一席台》 有话要再说了 好 电器 格力造 欢迎收看格力电器 独家冠门的《一虎一席台》 热闹热闹 真热闹 美国第60期的总统大选 在11月才要登场 但是现在才刚刚拉起了序幕 就高潮迭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 您在画面上所看到这两位 老对手 老对手 81岁的拜登和77岁的特朗普 将会再次的终极对决吗 现在场上的所有的人 大胆预测一下 你觉得最后11月所看到的 就是他们两个终极对决的 有这种可能的举赞成 相反反对 三 二 一 一场大议员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你可以看到 场下的年轻朋友都有人说 可能就是他们 在场上的部分来讲 大家是摸门不着 一开始我就看一下 代表民主党的和平 和平觉得不太可能 为什么 川普走不到最后一步 他走不到最后一步 对 为什么走不到这么一步 因为Deep State 不会让他走最后一步 Deep State 他不会让他走最后一步 真的会如此吗 来 凯文 你是共和党的代表 你觉得这位代表 他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他没有法律上的障碍 会阻止他 那么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可以阻止他 目前为止 法律上并没有 有阻止他的这样一个情况 他现在真的已经算是 青州已过万重山了 基本上是 因为最高法院 是把这个当做一个麻烦 他们根本就 不想去review这个案子 说OK 就是让他走 龚九 怎么看待这两个人 老对手再次的大对决 你觉得可能呢 我觉得有两个障碍 一个是在亚特兰大那个案件 那个刑事案件 那个案件现在其实 这个控诉方有点危险 因为这有个丑闻 那个执行官 检察官有个丑闻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个案件能不能判 我觉得还是很有疑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现在把这个川普 从他的这个州层面的 这个费势 踢出来的 其实都是民主党的州 这个票本来就不是他的 所以他影响不到 好 陈正宏想问的是 如果这个戏码 跟四年前都一样 那今天还要看什么呢 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会看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是美国经济 因为历史上 如果在大选年的时候 经济不好的话 那么当任的总统 是很有可能会被选下去的 所以经济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 第二个我要看的 应该是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 严重的黑天鹅的事件 比如说特朗普的身体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是拜登的身体 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第三个 我可能会看的是 国际局势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大选 尤其是目前的中东局势 会不会外移 你讲的是三个部分来讲 但我再加第四个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第四个什么的德州 先把聚焦在德州上 德州怎么了 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 德州国民警卫队 在美墨边境设置了 带刺的铁丝网屏障 拒绝非法的移民进入 一边是民主党政府要求 赶快拆 拆掉这个铁丝网 因为背后有最高法院在支持 另一边看到的是 共和党主政的几个 将近25个州长联名战队 支持德州的州长 算一算有26个州长 在一边 移民的问题 最后谁会妥协呢 我们马上要跳到 美国波顺的现场 在画面上你看到 连线的对象是 美国华人联盟的理事长 王华 您觉得这件事情 会如何地收场 请 拜登方面呢 总统方面有三个东西 会影响到他的选情 您刚才提到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经济 实际上美国现在经济非常好 但是能不能够在选民感受到 那这个特别是如果说 在选举之前还有波动 这个是会影响到他 第二个就是你讲 这个南部边界问题 这个南部边界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 实际上是拜登总统 一直想在解决的问题 但是现在大家都看见 国会啊这些 特别是川普呢 川普呢是不愿意 在这件事情上 让这个拜登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的 所以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你也提到说 在这个哈以冲突上面呢 一些左翼人士呢 开始对拜登的政策有威慈 所以这几点呢 都是现在拜登竞选面临的隐患 然后也可能会研发成 这个阻挡他这个前进的步伐 好 现场从摩斯顿 跳到美国的戴顿式现场 话题上看到是 北美政治评议员 共和党人陈利简 利简兄 对于这个话题 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请 其实现在德克萨斯州 在严格地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 和第五巡回法庭的判决 在一直在遵守判决 这里面不存在内战的问题 只是在炒作而已 利简 我跟他争过好几次 这个前几次 对 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 这个其实不可能有内战 这个是 但这个事情 就是边境这个事情 对拜登选举是很不利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我们看的这个 目前的德州的问题 表面上看是一个移民的问题 但我觉得更深层次的 其实是两条路径之争的问题 也就是说拜登 民主党建制派 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派 他们最核心真的是什么 是谁是美国人 或者说什么才是真正的 美国的问题 拜登他们这一派认为 美国是建立在价值观念上的 所以他欢迎移民 只要移民你承认 我美国的价值观 你宣誓效忠美国 你就可以成为美国人 对吧 但是特朗普这一派 他们真的是什么 谁是美国的主体民族 要有主体民族的话 他就要维持目前的 这个以白人为主的 这样一种主体民族 所以移民的问题 根子上我觉得是路线的问题 但现在移民的问题 如果是像你讲的是一个路线问题 和平兄 你觉得从这件事情 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呢 转移矛盾 美国的经济 其实并不那么好 虽然华尔街 好多金融不错 但是其实大量的柴员 很多人失业率是往上走的 那么一般来讲 政客特别喜欢用移民问题 转移话题 你看一个堕胎问题 对吧 好多都是非常小的事 但是他把它变成一个大的原则 就是转移注意力 所以他这都是作秀 全是作秀 全是作秀 我要跳到波士顿现场的王华 王华从你的角度来看待 你看特朗普 他是公开力挺德州的州长 况且有部分的国会议员就呼吁说 红州跟蓝州进行全国离婚 或许就像是美国媒体 他是以非常耸动的标题 来进行这样的吸引球的方法 但是我们想问的是 民意调查当中 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 共和党认为说 不得不诉诸暴力拯救美国了 真的是如此吗 你在当地所听到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的确是有很多有媒体炒作的 但是也是确实是这个现实 那这个就说实际上民主党人 现在对拜登这个竞选也有一些担忧 刚才讲到说 这个特朗普推的东西 我们在这边有时候用华人社区的话 就说他是这个白人保卫战 所以刚才也讲到 那么当然从美国的往前发展来讲 一定是应该要欢迎移民等等 这些措施的继续的实行 所以这次的确是对美国命运的 一次非常攸关的大选 这个气氛呢 就是说从上到下 从华人社区到白人到 各个族裔社区都是有这种感受的 所以今年是这个 大家都在提心吊胆的这个关注大选 对 李先生的心情是提心吊胆 在看这场大选 但我不知道我要再转到 是戴顿市的力检兄 你的心情是如何 也是一样提心吊胆吗 还是云淡风轻的看这场的大选呢 美国成立这么多年了 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美国的体制和美国人民的斗争精神 应该能够让美国走出 现在的这个情况 其实美国从建国到现在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 它的每一年每一段的历史 都处在不断的双方的斗争 只不过斗争的双方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说这个很正常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现在斗争的议题 从移民问题 内政问题在蔓延到海外话题 画面上所看到就是拜登 现在的确在陷入一种内外交困 海外部分画面看到是 本轮的哈以冲突以来 第一次有美军葬身中东的炮火 地点在哪里呢 就是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美军 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三名美军死亡 目前已经至少有34人受伤 好 拜登已经公开说了 你该负责 你是指谁 就是指德黑兰 并且他说 就是德黑兰向袭击者提供武器 话说到这 大家就担心 接下来你会不会军事 直接打击到伊朗境内 会走到这一步吗 龚九的判断请说 龚九 我觉得不太会 因为现在拜登政府 他从选举的角度来考虑 他并不希望 这个战争的扩大化 很明显他开始有调整 他希望这个战争尽快结束 他希望以色列 不要把这个战争扩大化 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 就是选举这个考量 拜登要赢下这场选举 但还是2020年 那个北方战略这个措施 这个战略 就是要赢下威斯康辛 米歇根和盆州威尼 这三个州 这个三个州里面 他现在民意调查落后的 是米歇根 米歇根这州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 这场选举 他一定要赢下米歇根 米歇根是美国阿拉伯伊 聚集最多的人口的一个州 有20多万阿拉伯伊人口 所以在米歇根里面 这个20多万人 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分享给大家一些 历史上的数据 美国在其他的国家 都讨到过便宜 从来没有在伊朗手上 讨过便宜 在卡特时期 就爆发了伊朗人之门事件 当时卡特政府谈判了444天 最后他输掉了大选 然后在里根时期的话 是伊朗门 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很神奇 就是美国两次在伊朗手上 是没有讨到便宜的 没什么新鲜的 他必须支持以色列 然后稳住中东 因为中东是对全球发达国家 最主要的石油资源 战略资源 所以他为什么会支持以色列呢 就是因为没有以色列 美国自己得出兵去掌握这个地区 对吧 这个是个战略要地 所以他战争扩大对他没用 他只是只要能控制住就行 凯文呢 他不会大动作在这件事情 他只是想说我会报复 我要登追你德黑兰 你该负责 但是事实上只是雷声大 余点小吗 首先对伊朗开战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是一个国会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第二个 我估计拜登会采取特朗普 上一次的做法 就是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的 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像这种办法他会做 因为他会有压力要这样做 共和党的那些强硬派 还有一些民众 也会给他这样的压力 但是他不会在中东 扩大冲突的面 因为对他的选举 的确有很坏的意思 但是这件事的确 在目前来讲 是对拜登也陷入不利的舆论状态 我要再跳到历解身上 特朗普公开说 你拜登 你正在把美国带入世界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你制造了血腥屠杀 你根本不适合担任美国总司令 尤其你让美国大兵 美国军的性命 就在中东丧生 他这样的论调 是的确对他的整个的选情 对特朗普是相当有利的吗 我希望大家用这个 另外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因为根据白宫的官方记录 拜登总统 每个星期工作三天半 每天工作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就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 如果他当你们公司的CEO 你如果在这个公司就职 你会不会骂人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他没有力量 也没有他的思维 甚至于他讲话 现在都说不清楚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因为从很客观的角度 大家都认为说 拜登会是美国历史上 最成功的总统之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就说现在 他们年纪大 的确是他的一个 这个就是说潜在的一个危险 那么你也可以想到说 这个Warren Buffett 等等这些巴登会 都是九十几岁的人 那么大家现在没有认为 他们这个不清晰 逻辑不清晰 投资不靠谱等等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 相反的那 从特朗普方面 就我们用一句话说 不用去找 任何利益性质量 就是不用去找 他身上有哪一些 这个值得称赞的这个特质 这个是大概是非常罚成的 川普总统这一次 之所以能够在共和党党内大胜 而且还能够继续回来去选 主要归功于拜登总统 在过去这几年的 优越的表现 当然这个表现 这个优秀的表现 这个表现是带引号的 他可以说是在美国 在内政外交方面 出现了系统性的问题 而且大家所要看 比较这两位总统 我们不要听媒体 对他们的这个进行 这个攻击和他们的 这个表扬 我们就看这两个总统的孩子 我们就足以看出 这两位总统 他所代表的素质 还没有开始比赛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圈 就已经火药味十足了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请出接下来三位嘉宾 待会见 拜登的挑战是 他没有办法 把这样的成绩 转化为支持率和选票 拜登虽然没做到 他答应的 允诺的慷慨而谦卑 那种有实力 但是他做的还是不错 选择川普总统 是一个战略性的后果 完全不是事实 我们看拜登这四年 他最厉害的一点在于 一呼吸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 一呼一席谈的现场 又有三位嘉宾 加入我们PK的豪宁 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 基地副研究员孙冰岩 在右手边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 掌声欢迎两位 不过一开始 刚刚我们联系在 美国的华人圈 你可以看到 包括波斯顿的代表 还包括戴顿市 两者是针尖对脉盲 活药味十足 但我好奇是 在华盛顿的观察 又是如何呢 马上连线 在华盛顿现场的是 克里斯多夫 纽波特大学 政治科学系的 助理教授孙太一 太一在华盛顿 所打听到的 最新动态是如何 我们要按照数据来说话 而不能光看这个立场 就是说 拜登其实每天工作的 时长是非常久的 9点到托尔群办公室 然后7点的下班 而且他回到自己的 这个住所之后 可能还会继续工作 那么如果从这个 经济的表现来看的话 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失业率是4.7 等他下台的时候 失业率涨到了6.4 非常不好 但是呢 等到拜登现在 这个我们最新的这个数据 已经从6.4 降到了3.7了 所以 其实他的这个 就业方面的表现 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 通胀方面 对吧 这个特朗普也留给了 拜登一个烂摊子 这个拜登上台初期 一度有9点几的 这样的这个通胀 现在也降到了 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从他的这个经济表现来讲的话 拜登其实非常不错的 拜登的挑战是 他没有办法 把这样的成绩 转化为支持率和选票 那主要也是因为 现在媒体 左右两边的这种隔阁 这个右翼媒体 他所宣传的 这样的这个内容 没有办法 这个跟实际给他接轨 厉剑兄 你有被刚刚华盛顿的嘉宾 太一的数字而说服吗 厉剑 2021年1月份的时候 全美的油价平均是 1块8毛7 在2022年6月的时候 全美的油价平均价是5块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川普总统在离职的时候 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是1.8 而现在呢 中间曾经达到过9 完全是因为拜登政府 无节制的乱花钱 等等等等造成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事实上 伤害到了美国的 Working class 因为他的工资增长 已经赶不上通货膨胀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 要身处美国 才能知道真正的情况 那等一下 你们两位都是身处在美国 我们的信息也是来自你们两国 你们两个都用的是数字 到底我们该将继谁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 刚刚从美国纽约回 到北京现场的孙哲兄 到底他们两个谁说的事实 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孙哲 我觉得是人是多面向的 一个国家可能也是多面向的 包括对各种数据的分析 对 包括你身边朋友的看法 那么我在纽约的时候呢 像精英阶层 比如说哥大这批教授啊 因为纽约和加州 这本身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铁盘 所以到最后呢 选举人票大概都会投给拜登 因为大家觉得 他过去几年做得不错 从这个抗击疫情到绿色投资 再到这个美国最低工资 15块美元一个小时 所以很多人呢 就觉得股市上升 房价价值也没有降下来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在纽约人会投给拜登 在纽约是这样子 但我想问的是说 您会发现在纽约人 在谈这一次的大选 跟2020年如果相比的话 不仅是氛围上 或是很多细节上的观察 你觉得不同点在哪里呢 孙哲 我觉得不同点 当时1月6号 这个国会暴乱发生以后呢 很多美国的精英分子 就觉得川普非常不decent 失去了民主的风度 很多美国纽约的精英 也确实是不明白 美国的很多乡下人 或者美国的这个 偏远地区吧 偏远地区 还有很多的 那么多人那么支持特朗普 假如你是美国选民 他会说 你支持拜登还是特朗普 他们说支持特朗普 更多的是说 拜登干得不行 并不代表是大选日那天 会投特朗普的票 这是两回事 所以现在看的民调 或者说我们现在看民调 其实是不准确 来预测大选结果 是不准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看拜登这四年 他最厉害的一点 在于核心的政治群体 尤其是工会 或者是一些核心的 支持他的选票 票仓的群体 他基本上稳住了 他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流失 这一点对于他稳住 击败特朗普是非常关键 所以我觉得内华达 亚利桑纳22年的中期选举 体现出民主党的优势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 我们想想22年的时候 通胀有多大 民主党还是守住了 当时来的红朝 并且让红朝变成了一个小涟漪 那现在呢 这是选举的议题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一直没讨论这个问题 对 议题 选举的议题到底是什么 就是agenda setting 就是他的议题设定 会决定的选民的关切点 然后我现在总结一下 一共有五个议题 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总统的 他说的那个是关于 要保卫美国的这个民主 是关于这个特朗普的人品问题 对 1月6号的这个暴力问题 对吧 冲击国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得 他是民主党是爬错了树 这个问题全是选民 根本也不关心 他现在的口号 拜登是说为美国的灵魂而战 而特朗普是最后一战 对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是他错误的 一个选举的设计 这是第一个选举 第二个就是经济问题 我完全同意 美国经济起来非常好 其实 但是问题是 就是这个拜登 他没法为这个美国 很好的经济来争这个credit 就是因为我的功劳 他这个 他这个讲这个 就是讲这个叙事 非常糟糕 美国选民不觉得经济好 是因为他的缘故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边境的这个移民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不管是共和党 其实民主党里面 有很多的选民 其实现在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确实是非法移民太多了 这个边境不安全 就是没有保卫好这个边境 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涌进来 这个问题是 我觉得是 这个特朗普是他一直要强调的 但是拜登政府 他是想淡化这个问题 这是第三个选举的议题 第四个呢 第四个议题就是 其实是一个堕胎的问题 堕胎是非常重要 Michigan这个州的选举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堕胎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这个民主党 他应该就谈这个问题 就谈堕胎问题 这个是他在民主党 能够赢得票的这个问题 第五个就是外交政策 特朗普 就是拜登政府 我觉得他经济上 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在外交政策上 他上台到现在 所取得的成就 全都是灾难 全都是灾难 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 从阿富汗到 到到到到 到那个以色列 到乌克兰 彻底的失败 美国外交政策 在拜登政府时期 是一个彻彻底底 输得干干净净的一个失败 等一下 孙子又快要把板子 砸到你头上了 来 请 你虽然讲了很多 美国外交的失败 特别是拜登 灾难 他有灾难 一个月灾难 从这个撤军啊 这个狼狈不堪 的确如此 但是呢 在拜登上台之前 他说他要恢复 美国的国家的声誉 从这两年 他的表现来看 你看欧洲啊 很多国家 日本啊 我们周边 很多其他的国家 都是开始跟着美国跑了 这跟特朗普当政时期 美国的离心离德 他还是有不同的表现的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 我觉得你对美国外交 拜登虽然没做到 他答应的 允诺的慷慨而谦卑 那种有实力 但是他做的还是不错 共和党的凯文 一直在点头 你本来不是支持 特朗普的吗 四年前 你这不是不支持了 我简单讲 那个是好莱坞的英雄 他喜欢单打独斗 露起袖子跟你干 而这一位呢 喜欢打裙架 找几个兄弟坐下来 让你门都出不了 这个是老奸巨华 而这个人呢 是个人英雄主义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看到他 他给美国能做的事情 他四年已经向我证明了 所以我不能够把我的票 就投给他 然后的话呢 再把美国处于一个 单打独斗的 好莱坞英雄的 这么一个境地 我是不会把票投给 这是我一个 所以你看 在2020年的时候 大家在这PK的同时 我会发现 这四年最大的变化 不是两个候选人变化 是选民的心 产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现在摆在眼前 特朗普真的就是 一帆风顺吗 真的是坦途在眼前吗 你看特朗普的首次 刑诉的庭审 是选在3月4号 这非常有趣 这是超级星期二的前一天 而当天多个州将 同时来初选投票 如果他被判罪行沉迷 又会多大的影响 到共和党的初选呢 相关的话题 我先听的是 戴顿市的利简兄的分析 利简兄 特朗普总统被 引戴克了四次 加一次是州里面的 引戴克的 佐治亚州的富尔顿军 还有剩下的是 联邦的这个引戴克 他每一次被引戴克之后 他的民调的支持率 在共和党选民中 不用说 还有在中间选民中的 这个支持率 都在不断上升的 这一点就说明 美国人民看到了 这个在整个的系统中 存在有大量的腐败行为 以及DOJ 就是美国的司法部 动用公权力 打击政敌 和干扰选举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认识很多的 川普支持者 他们开始也是在想 是不是我们可以 投给德三蒂斯 或者是 是不是可以投给 妮提黑利 但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 川普还是一个 我们能够信任的 一个共和党的 一个代表 一个代表美国优先的 一个候选人 我们应该最后支持他 对 但是那个节目 少了一个人 那个节目应该是 把凯文请过去 因为凯文本来是 四年前投给特朗普 但现在凯文是坚决 绝对不可以投给他 他也算一位 这个凯文先生 还是说是一个奇葩 这是我同一次知道 有人这样反向选 但颠倒过来 我想问利剑 利剑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当中 一直坚定地支持特朗普 你投给他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考虑过德桑蒂斯 但是我觉得 川普总统最符合 代表我的个人利益 他在共和党中 可以说现在占有绝 占有 占有极大的优势 他可以 甚至于现在共和党内 曾经在暗地里 反对他的人 现在都在示威 不断地示威 被边缘化 所以说现在 共和党就是 川普党 川普党就是共和党 实际上 我这个 几乎在这里 可以非常肯定地 给利剑勋说 今年你会非常失望的 特朗普一定不会归来 然后这个 有方方面面的原因 然后所谓现在 特朗共和党 变成特朗普的党 这真正是美国 共和党的悲哀 也是美国政治的悲剧 因为实际上 接下来 这个川普是 把共和党带到坑里了 对华人社区来讲 对我们作为在美国 是这个Chinese America 这一个少数族裔来讲 我们说的话 就是说 你给川普投票 就是对华人社区的 一种自杀 然后这种 就是说把自己 这个放在 跟这个所谓 白人保卫战在一起的话 是没有前途的 在美国实行 identity politics 根据肤色投票的 我估计也就像华人 现在能够在这坚持了 因为他对美国政治的参与 是很低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不要以肤色投票 要以你的利益 和你为你的后代的利益 来投这个票 共和党代表的是一个 包容开放的美国 这个很多的国内群众 是不知道的 首先呢 我生活在纽约 然后的话呢 我几乎没有听到 我们下面的员工 还有我们股东管理层之间 来讨论说 选择川普总统 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完全不是事实 我们有广大的 很多的华人的 这样一个朋友 就是当地的居民 我们经常也聊天 其实呢 拜登总统在 数据上的经济的表现 并不能够反映到 真实的华人的生活方面 比如说 李简兄 虽然他说我很奇葩 但是我还支持 他的一个想法 就是讲法 就是说呢 油价 物价 你现在 但凡你走进任何一个超市 我真的会发现 我们给员工提的这个工资 远远不够 在超市里面物价 和他开个车去加油 所增加的费用 其实还是怨声载道的 李简兄是讲的对啊 就是说哪一个对我有利 我这张选票就投给谁 是很重要的 我也不在乎胡说 我也不在乎他是白人 因为我们就是5%的不到 我不会争这个东西 但是谁有能力 我就投给谁 刚才讲到美国华人的话 我想这个大家很关心 比如说我们在跟这个 佛罗里达华人的 这个对接当中 那佛罗里达这个 Dissantis提出一切 非常这个极端的政策 不能买房 不能进中国学生 不能进实验室等等 那么那里的华人 曾经都很多投过这个 特朗普 投过Dissantis 但你现在去看 他们就是全面反水 这个就体现了一些 就是说在民意上 在这种原来的 比较红的地方 已经开始有一些 非常好的苗头 所以我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今年呢 就是说这个大选呢 是他们两位 这个所谓没开二度 但是呢 我们也非常提心吊胆 但是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这个拜登胜选 最后这个世界 跟美国继续往前进 对 这个特朗普之前 在私底下也曾经说过 这个共和党选民 是最好忽悠的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 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2020年末的时候 为什么油价 两块钱以下 共和党选民 好像都已经忘了 就当时是处在 疫情的风控之中 没有人用油 油都生产出来 结果没有这样的需求 经济一片萎靡 所以才出现 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这个 而且呢 这个特朗普和拜登的 这种刺激经济的 这个手段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你看特朗普时期 通过的这样的一些法案 和拜登时期通过的法案 它的量级是差不多的 但是特朗普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经济在已经过热的情况下 你还是不断地刺激他 所以呢 才会出现 你这个离任的时候 你之前刺激的 这个经济的这些情况 在拜登的任期的初期 显现出来了 那么从现在 这个拜登和特朗普的 这样的一个选战来看的话 特朗普他不断地 这样的通过 这样的司法的议题 其实是在 不断地激活自己的 这个基本盘 就是说你看 他的这个支持率 好像不断地在往上涨 什么的 他没有去吸引中间的选民 这个我们从 新韩布什尔的 这个选票 就能非常清晰地看到 温和派中间派 现在对特朗普是反感的 真正特朗普 现在他打得 比较漂亮的是什么呢 他自己的基本盘 越来越多了 拜登现在他需要做的是 不断地去扩大自己的盘子 因为他不太善于 去把自己的盘子给激活 你看几位嘉宾都分裂了 到底是谁会 真正是大预言家的 恐怕只有上帝 才能阻止 这两位老人出马了 密歇根州 川普总统肯定会输掉 从世界角度的来讲的话 特朗普的当选 不是好事情 特朗普也好 会不会对美国的 这种选举的情况 进行一定的操纵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现场 最后一个嘉宾 加入我们今天节目PK的行列 画面上看到 美国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 东亚系的副驾授 马昭 掌声欢迎马昭 主持人你好 马昭兄啊 你觉得最后绝对是 这二老相争 不会有任何的 例外的情况吗 马昭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看来恐怕只有上帝 才能阻止这两位老人出马了 所谓上帝阻止 也就是 如果他们中间的某一位人 突然发生了身体上的问题 那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会有一些变数 这两个人再次的相争 跟四年前如果相比的话 从你所在的这个 密苏里州你的观察 你觉得最大的不同点 会在哪里呢 从目前来看 当然我所在的密苏里州 和其实利简兄 所在的俄亥俄州差不多 都已经是变成了 现在的红州或者深的红州 包括边境的议题 包括堕胎的问题 包括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没有讨论到的问题 就是美国文化本身的 左翼倾向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个在前一段时间里提到的 这个决心主义的问题 那么这并不是说 决心主义本身提出的议题 有问题 就是一种种族歧视 这种少数民族 少数族裔的保护问题 不是这个议题本身有问题 而是说究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加到 就汇总到一起 将成为这次大选 主要的要观察的 这个政策上的讨论的问题 在四年前 有岳嘉宾是 当时他的确是大胆的预言 预估完全准确 就是公久 您在画面看到是 2020年美国大选 拜登和特朗普当时的选票结果 是的 我预测了306票 结果就是306票 对 那你这次大胆预言一下来 拜登政府理想来说 他其实还是有希望赢的 就是要北边这三个州 我讲了 一个是威斯康辛 一个是米歇根 还有一个是巴斯兰威尼 这三个州他只要赢下来 他同时赢了 那个上面缅银州的 第二选区那一票 那时候他总票数是270票 270票对268票 就赢这么一票 所以我一直预测 这次选举最最重要的 就是米歇根 其实公共在那边 还有就是阿拉伯人的票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米歇根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赢下米歇根 现在米歇根 拜登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的这个州长 还是民主党人 我觉得米歇根 可能这次还是会倾向于拜登吧 刚才大家的争论呢 反映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 我觉得是美国的选民啊 基本上很大部分人是 就是感受者 感觉者 特朗普说话一针见血 然后他就喜欢这个人 比如说 一虎你谈什么话 你做了这么多节目 可能有些时候 大家记不住内容 但是都知道你是一个 非常英俊 非常潇洒 非常能说会道 这个讲话特别中听的人 所以对你印象 可能就大家把票就投给你了 特朗普和拜登相比较 在表达方面 likeable方面 特朗普在 起码从言辞的表达 赞上风 比这个拜登要有魅力 只不过是拜登代表 另外一批人 thinkers 思索者 利剑请说 我可以明确地说 密歇根州 川普总统肯定会输掉 这个现在的情况是 密歇根州的那个 共和党内部 出现了严重的内斗 也就是说 在共和党内出现内斗 他的在基层选民的动员 等等一系列的选举活动中 他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 密歇根州肯定会输掉 这个没有悬念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并不认为 川普和拜登 有可能就是百分之一百 会在最后的这个大选中出现 因为我认为 拜登总统的身体 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的医生说 他现在的这个 智力衰退的水平是很快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看这个两个人 是不是终极对比 我们要等待五月份 等一下等一下 利剑兄 这个关键的时刻当中 放出了这个风声 很明显地有在 捞乱选举的竞选 干涉选举 在影响选民的心情 没有没有 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个人一个人 一样注意了 对 你刚刚这些讯息 你这些讯息 不是特朗普有关人事 发给你的吧 大家只要关注美国政治 和听美国新闻的 我每天都在坚持听 所以说这个都不是 我们等到五月份再说 看看拜登总统 能不能拿到民主党的提名再说 其实很遗憾的 美国是美国的悲剧 第一个是这两位老人 重新再来一次 美国三亿多人 到现在成这个样子 是一个悲剧 最关键的不是老百姓 投什么票 而是向老百姓灌输理念的 这些媒体影响力 他们会投谁的票 他们会宣传哪部分 美国的精英 美国的上层 华尔街 他在乎的是美国全球利益 他们会觉得 川普你已经有了四年 你的表现我们已经清楚 你就是退群 你这是搞破坏 所以他那种国内的右倾的政策 拜登继承了 没改多少 但是他的对外政策 伪害了美国的全球霸击 和平兄 刚刚你这番的慷慨诚词 有一个外国元首就要给你比赛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说 如果特朗普获胜 将会是一次大倒退 还有会让加拿大的日子 变得非常困难 还有包括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就回顾了说 四年前特朗普私下告诉他说 如果你欧洲受到攻击 我美国不去支持你了 来 凯温 如果这场的选举 是放在全球来说 特朗普不会当选吧 您刚才说的是国际形势 我告诉你 美国人只有40%的人有护照 他们从来不看国际新闻 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 但是他们知道 什么呢 知道有人非法移民入侵到我家了 包括那个副总统你知道吗 那个南部边界 把非法移民放到他家的时候 他原来慷慨诚词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说话了 本来说我拥抱非法移民 我给你们安置 给你们驾照 给你们工作机会 好了 大老板 拜登 把门敞开 全进来 他们就挡不住了 本来说你拦着一点 我收一点就妥了 现在搞到德州那边 亚历商量那一片 包括加州 那边已经是拉美化了 虽然美国不在意 这个国际的事务 但是现在你看到 很多国家领导人跳出来说 都很担心说 特朗普可能回归这个布局 他们非常紧张 当然在这个时刻 最想拥抱特朗普的 当然就是 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雅胡了 这个之间的联动性是如何 您的观察又是如何 首先是 华盛顿现场的太医 请说太医 对 我觉得 现在选情 基本上可以决定 就是说 在特朗普上台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他会退群 会继续跟这些盟友 伙伴做切割 除非他们支付 美国更多的这个钞票 所以就是说 特朗普一旦上台 可能会给中国创造非常好的外部的环境 当然就是说 在正面跟中国之间的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贸易的摩擦 那么像金正恩也好 这个像内塔尼雅胡也好 他们都希望特朗普能上台 因为这样的话 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这个利益会起到一定的保护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也可以去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像金正恩也好 像内塔尼雅胡也好 会不会对美国的这种选举的情况 进行一定的操纵 尤其是刚才现场 这个有位嘉宾提到的 就是说密歇根州 他的这个阿拉伯裔 他的这个这样的群体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说 可能直接会影响到 他们对拜登的这种支持度 去导致特朗普的这个胜选 你刚提到了 包括几个国家领导人 包括了金正恩 包括了内塔尼雅胡 当然还少不了是谁呢 泽伦斯基跟普京 这个部分我要转到的是 马昭马昭的分析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里头 他外交上是一种单边主义的思维 经济上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诉求 对吧 政治上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倾向 所以在这几点 你把它拉到一起之后 实际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符合 美国这种全球性的战略利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拜登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呢 是想重新整合 重新回归到一个更加传统的 美国的全球的这个利益体系之内 那么在拜登这个体系之内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 普京也好 泽连斯基呢 还有包括金正恩也好 他呢实际上是处于美国的敌人状态 那么当然了 这个泽连斯基呢实际上是在为美国 替美国去打建一个 或者打造一个 以这个美国和欧盟为中心的 欧洲的新的安全秩序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大选如果 特朗普又重新回归白宫之后 那么他呢将对拜登现在的外交政策 进行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那么所以他由此所产生出来的影响 将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不仅是对于欧洲整个安全格局 又会重新的一次重新塑造 而且对于欧洲内部的政治格局 也会有重新的塑造 这个特朗普呢 这个上台呢 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讲 他是会造成地动山摇 会他的这种不确定性等等方面 然后他这种变化 所以对他来讲呢 他这种单边主义等等也好 他没有就是对整个国际秩序 对多边的交往来讲的话 没有任何章法可循 这个不是一个国际秩序 整个世界追求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 从加拿大到欧盟 我估计包括日本等等这些 都会有非常大的担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几个奇葩人物 像金正恩也好 普京也好等等 那么这些人可能就说 本来就说他们也是让世界 这个想地动山摇的人物之一 所以跟他们之间 也许有一种 大家把世界作乱的感觉 对 所以这从世界角度的来讲的话 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好事情 对 好 谢谢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缘 领域内的不稳定的因素 中美关系就是地动山摇 我们要面对惊涛海浪 兵来将党 水来土淹 目前来看这种稳的机制 现在是慢慢地展开着 《一虎一席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我们更关心的是 包括中国跟美国全世界第一大 第二大的经济体 在接下来在2024年 会如何之间的交锋 或者说是迈向什么样的新竞争 您在画面看到的是 就在最近这几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的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沙利文 举行了新一轮的会晤 你还记得吗 以前这两个人会晤地点 大部分是在欧洲的 这一次是美国配合的王毅 他是选在了曼谷 美国着急同中国在沟通什么呢 这难道是跟拜登 他的初选压力有关吗 孙哲简单地解读 请 孙哲 我觉得这个中美关系 现在表现在高层政治会晤上 它已经在恢复了一定的渠道 因为在去年11月 九金山见面之后 外交部本来就有三个 跟美国国务院的三个 已经慢慢都重回正轨了 三个磋商 包括海洋事务的磋商 只不过是没有恢复到 过去100多条对话渠道 这个的动作会给人 有一种希望 好像在2024年 看到这个动作就说 在今年2024的整个发展来讲 对中美之间的互动 会比前几年来得更好 你会如此乐观吗 我不是太乐观 但是对话总比对抗 总比不对话好 我觉得拜登政府 在进入2024年之后 它对华政策 或者是结合选举 有两个吻字 第一个吻呢 其实就是对华战略竞争的吻字 这个吻就是我要收拾你 但是你不要把桌子掀翻 所以其实就是建立护栏 管控冲突 目前来看这种吻的机制 现在是慢慢地展开 正在进行 事实上这个进行 本来应该在23年的年初 就应该开始了 因为气球世界中断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进入大选年之后 我相信拜登政府是希望吻字当头的 因为中美如果再次爆发 这种在投资 贸易 关税方面 报复性的这种升级 肯定会给拜登的选情 带来这样一种不利的影响 近期以来的这个中美之间 有很多的互动 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的是 双方都在想 怎么能够在美国大选之前要止损 这所谓止损 就是说随着大选逐渐的临近 那肯定呢 美国的政客中间 有一些发生的言论 特别是当 如果比如说特朗普的这一阵营 这一方在大选中间出现一些波折的话 可能台湾或者经贸等等问题吧 可能都会成为一些竞选中间的重要话题 那么这样的话 也可能会触及中国政策中间的一些红线和底线 所以的话呢 目前来看中美双方呢 在现阶段的一些交流 能够做到互相增加一些互信 对未来的趋势有一些基本的预断 那么能够稳定的度过这一段 从现在到11月份 或者说从现在到明年的1月份 能够稳定的度过去 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话 最重要就是看两点 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 因为这是中美关系 中美得以建交的基石 第二点呢 就是看美方现在一直在打压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而我们是在想尽一切的办法 能够顶住这个压力 继续地进行高质量的发展 这一次其实书立文和王主任会晤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措辞里面有一个非常微妙的 但又是很关键的变化 这一次出现了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对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表述 对 是我们非常清晰地向世界放出了信号 首先一定要统一 第二 和平统一 对 大家都观察到了这个细微的变化 但是当赖清德碰上了特朗普 那对北京而言该怎么来因应呢 我觉得这个叫兵来降党 水来吐烟 我认为我们对于台湾问题是早就有预案 而且也有各种政策 不管美国总统换任何人上台 应该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和平统一的大局 我觉得如果拜登上台的话 继续残联的话 继续残联的话 中美关系有一个延续性 如果特朗普上台 中美关系面临不确定性 我不太同意 我觉得很确定 中美关系就是地动山摇 我们要面对惊涛骇浪 您刚才讲到这个台湾问题的话 我觉得他是不会在乎台湾的 他对台湾的态度 他很希望有些东西能够阻止中国的发展 当然台湾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 我觉得他是希望海峡两岸不太平等 然后他同时他也不会来 他也不愿意打仗 这点也要明确 他不愿意打仗 他包括他不愿意跟中国打仗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问题上 他可能会鼓动台独私利 但是他是不会帮他们忙的 来 兵演 请 我觉得观察特朗普的对台湾说的话 和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 一定要分开看 特朗普对台湾经常放不好听的话 但事实上我们观察特朗普时期 他是最清台的美国总统 和最擅长打台湾牌的美国总统 我们用数据说话 特朗普政府时期通过了 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项 提升美台关系的法案 包括官方关系 包括贸易关系 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台 是在特朗普时期 密而不宣的方式进驻的 就是真正损害中国主权 或者说在很多问题上 在台湾上做得最aggressive 最具有进攻性 都是特朗普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观察 特朗普对台湾的话 和特朗普当政之后 共和党利用特朗普 怎么去加强美国对台政策 一定要两分地去看待 那么无论他们两个谁在做 对中国来说 其实中国不会抱什么期待 就是不会有对谁和做 谁和不做 对中国有好处 其实美国对台湾 他们的支持 其实不是因为美国人爱台湾人 我一直在讲 而是台湾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棋子 好 我们再挑到场外的三位嘉宾 马昭请说 特朗普上台 当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美国的驻华商会 也已经做过一个统计了 如果下一任 是特朗普做总统的话 如果按照他目前所说的 对于美中经贸的这种新的制裁措施的话 那么可能会给美国造成 近1.6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 达到多达70万的失业的水平 是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目前来说 中美之间经贸 如果是特朗普上台的话 一个很大的一个雷 就在那里等着 那么同时的话 你也可以看到 他在一些外交政策上的做法 其实都是不讲章法的 没有什么套路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打乱拳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刚才一位嘉宾已经说了 那么地动山摇是肯定的 只不过问题是 到底在哪一个点 哪一个时间 以什么样的代价 发生这种地动山摇 那么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非常大的地缘领域内的 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 就是说中国做一定程度上的准备 那么为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做一些提前的预案 这两位梦游者 这一位在做梦 他想是重温旧梦 重新做到白宫主人的角色 这位呢 这位有人说 他在南科一梦 他是魂影梦迁 还想继续地蝉联他的宝座 但是他要蝉联宝座之前 最重要的是公开场合 绝对不可以再 半梦半醒地说话 这两个梦游者 谁最后是能够真正圆梦呢 看起来美国这场连续剧 真的得睁大眼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最后是不是这两个人再度地 没开二度再度对决 感谢格力电器 对本来部的大力支持 下周见 看到了这幅图 你想下的标题是什么 你也就在共和党 炸乎炸乎 我赢你跟玩似的 这两个人在上台的话 就已经证明了 美国的政治和美国的失败 川普要真赢上台 那美国政治从此 就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的崩溃会加速 英文里面有个词 叫gerontocracy 中文翻译 老人政治 很美冷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直通车 这个投票了 如果是我呢 我会想两位梦游者